在俄羅斯我們合作有三家的醫療院群 他們加起來累積的案例有7000例 那目前台灣我們有15個案例 有了已經進行到尾聲 有了已經在進行當中 那其中有幾個可以拿出來分享 就有一個之前在三年前 因為敲腦中風 然後他的血快8公分 之後變成了植物人 那植物人各位知道他就躺在草山 但是他在我們送去俄羅斯 我們用醫療專輯送過去 第一次注射以後他就會服醫師 那現在還持續的在福建當中 現在可以站立然後小肌肉的移動 還有情緒反應等等 所以這樣的一個進展在醫療上可以說是奇蹟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心碎症 它是一個致力神經失調最嚴重的狀況 那這一個心碎症的患者 曾經送這個加護病房兩次 而且墊急了四次 所以全家非常的無助絕望 但是經過三次的一個注射跟治療 現在心臟節力器已經關掉了 只剩監測功能 那可以爬山可以游泳兩千公尺 他整個生活跟家人的這個狀況都改善很多 因為他現在他之前非常擔心 隨時會倒在地上猝死的一個狀況 真的所謂心碎症的一個特別的一個狀況 或他在一附近 ital號酒 所以我們… 是要多久 在大學校的